人口越來越多 所以那個時候你看 荀子 荀子大概是在公元前兩 兩百三十年左右 他說草木 榮華之塑 之石 則普金不露山林 當森林裡面在開始長果實在什麼 開始在滋長的時候 你不要去裡面砍花 就隨便去砍花 你要讓它長 你砍花的數量是有限制的 不要其身不全其掌 你不要讓它還沒長好你就把它砍 是不是叫什麼? 聖王之之 所以環保概念在中國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困難 就講接手 講得慎用 講得愛護環境 不是只有愛護人 那麼觀眾比他更早 因為他不知道將近五百年 就是大概是公元前七百年左右 他說什麼? 為人均而不能謹守其山林 諸澤草來 不可以為天下 你不懂得愛護天下 一切蒼生 包括這些無神物 我們所謂的非動物 你根本就不能做天下 所以我們的觀念是什麼? 你必須把人跟非人自然的一切都調理好 這是什麼調理? 按照現在來講 我們靠知識 對不對? 可是過去 對不起 他是有另外一套詞詞 除了經驗之外 除了經驗之外 所以簡單的講就是 春天不沙發 不開大山 不燒 不砍 不砍大鼠 所以我們 先祖先王告訴我們的事情 要對一切禁聖 對環境要禁聖 對人要禁聖 要有誠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 從天命思想來看 剛剛 這些先聖 這些先王 要求的 不是只有王 而是所有的人 對所有的人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天命 那麼虎奢人的觀念就很簡單 你有這個天命 所以你可能生出來是一個 砍財人 但是你說砍財人 把你該做的工作做好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人家看中你的財人 就把你請走了 有一個宰相 無約就是這樣 那個王 武丁 我們剛剛講到武丁 武丁就是接了王位以後 每一天都不講話 三年 閉關 打坐 然後這些臣 人民 這些大臣就很傷腦筋 這個王每天都不講話 每天在那邊他變咬拉耳 然後就來跟他說 你不下命令 國家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啊 不能天天我們這些做成的人 來幫你處理這些活事啊 你總要說說什麼嘛 生什麼事 OK 人家那個拔拔啊 杜什麼事 結果武丁怎麼說 他說 我不是不所謂 而是我 不知道什麼事 就是國家 我要跟這個天溝通 結果有一天 他終於講話 他講話 講什麼呢 找個畫家來 找個畫家幹嘛 他說 畫一個人 畫畫畫畫畫 畫一個人 去給我找 全國給我找這個人 我要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無約 版主 他是 他是 做木工的 找來的幹嘛 拜他為相 奇怪了 這麼多人 你不找找了一個做木工的 拜相 對不起 我在對天前進的時候 天告訴我 要用這個 結果 胡約是三朝 非常有名的中心 就是武丁中心 最賢人的大一條 怪不得 怪不得 你怎麼講 怎麼解釋 因此 剛剛那種要求 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針對所有的人 你不知道你 天命是什麼 但是 人 是一步一步少 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你就有可能 會有你的天命 你不做好 什麼天命也沒有 就跟一般動物一樣 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樣所謂的天命思想 把它放到人文思想裡面來 就是所謂的 大學之道 很多人都念過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慈禮之上 可是不要忘了 最後是什麼 至天子以至於素人 依世間修身為本 你天是做最大的天子也好 你是一般的人也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修身 這是中國人總結的教學 把自己做好 想想是有道理 為什麼 人生不滿百 我們現在平均說我們七十幾歲 但漢代的時候只有五十幾歲 我們現在教育 叫到二十幾歲來大學畢業 你六十歲到最群 你工作的時間該多少 不到四十年 那些自以為自己念了很多書 很多人念到三十幾歲 畢業了以後 還是做三 不到三十歲 不要退學了 時間很短 所以人生不滿百 那你那麼短的時間 難道你一個人可以出頭嗎 沒有 你是賴他人的成就 你做一個生意沒有人來買 你生意做得下去嗎 你組一個team你要去打 總是都扯你後腿 你做得下去嗎 一個軍隊一個將軍說 充滿沙拉軍隊都往後面跑 你自己去充滿 對不對 所以人生不滿百 是賴他人的成就 所以我們要學的是什麼 怎麼樣在這個人群社會當中 找到生命價值 你的生命價值是看別人 對你的反應上 所有的人都說你好 至少 相對來講 這個族群裡面的人都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 大學之道 最根本的 總結就是這個 我們有機會 應該回來再好好念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漢代版 漢代版的文字 其實現在呢 來看有很多 並不明確 並不能夠真正發掘它的內涵 特別是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我剛剛講說不能夠發掘它的內涵 我們用一個字來解釋 所以再明明得再輕 再子於次善 我們現在的子就是 要達到 以那個為目標 對不對 子於次善 可是各位知道 在甲骨人道 撰文的時候 這個子其實是有三個來源 子字有三個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 在善待是一個祭名 就是祭神的時候 它的意思現在 很多學者還是搞不清楚 但是你如果把它綜合起來看 其實是一個 善事性的目標 就是說 在那個祭神當中 它常常因為神太多了 所以它有把某些神一起拜 那一起拜了以後 我們知道呢 你們都知道在傳統宗教裡面 是會降神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它現在 比如說五個神一起拜 然後起祭神來了 哪一位神來了 要搞清楚 就是用這個詞 所以它是一個 暫時性的目標 如果用的是那一個的話 各位看 在子於次善 就是你在 學習事務當中 每一個階段 都要想辦法把它做好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它有一個目標 第二個 子的來源 是行 這是一個腳 這是大腳掌 大腳的名字 這個是一個腳掌 所以 如果子 如果子 用的是這一個 它的意思是行 所以 要在善中 行 行為 行動 就是說 你可以有很多 選擇 你的行為 可以有很多行為 但是 選善 不選善 或者 你可以是這個 職 可以是聖 那麼它就變成什麼 學的目的 是要可以善生 我們學習的目的 是要讓 所有的事物 都中間善 善 善被生情的意思 所以 混出坑儒 混掉很多東西 我們有時候就搞不清楚 先的目的意思是 這個呢 需要更多的討論 但是這裡面 最重要的是 跟每一個人有關 你要學任何東西 要經過這一段 要進 剛剛我圈的那一段 敬而後人安 安而後人 禦而後人得 物有本末 事有宗旨 之所謙同之 敬道 先王的道理 敬道 什麼叫道 道理 就是自然 自然是什麼 我們上一次有講過 我們在 橫線當中 的自然觀 我們講到 中國人的自然觀 對不起 神不是創造這個世界 創造這個世界 是不知道的一種自然力量 這是中國人的觀念 我們的祖先的觀念就是這樣 自然有一種力量 就創造了這個世界 那人要怎麼樣 可以活在這個世界 就要 依順這個自然的力量 所以神 是自然力量裡面產生的 所以所謂的 這上代所謂的 上帝 的地 是 在自然界產生的一個 無形的生命 這個生命會灌 那些 我們都看不到的生命的 那個叫做地 那個地會灌什麼 那個地會灌 我們現在不知道 為什麼都會下雨 會地震 會雨 所以那個地很厲害 所以古時候的人為什麼要拜祖先 因為祖先已經不需要用身體了 祂是無形的 只有祂可以去看到地 所以祂要拜祖先 你去跟祂說 我不要地震 裡面不要下雨 那誰會聽 其實從小就疼我 所以我不拜祖先 我拜怎樣 祖先他有去幫我講這件事情嗎 所以你們突然之間發現 中國人對自然的看法 其實 很怪的 繞一圈回來 非常接近現在的自然科學 非常接近現在的自然科學 他相信的就是 有一種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力量 或者那個principle 那個原理在裡面 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要的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方法 概念把它抓到 我怎麼樣去 我怎麼樣去知道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小道 但是你要進道 他們的經驗叫做 你要進 你要進 可是你看看我們在小時候 有多少人啊 你坐在那邊進 不告訴你 做事啦 還坐在那邊像一尊佛 對不對 我們的社會很早就已經是如此到 但是你坐在那邊不動的時候 一般人對坐在那邊不動說 他是一尊佛 你已經看到那個價值觀是什麼 你是這個社會的退縮者 你是無能的 你才會去做和尚 你是一個失敗 你的人生是失敗 你才會做和尚 你是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你才可以做和尚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 一般人沒有人知道 靜體有什麼功能 你就是偷懶嘛 你就坐在那邊 那我在尋佛 我們居然現在 要靠外的人來告訴你 靜體有到